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行销管理 公司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之一是品牌 行销人员最责无庞贷的就是要妥善的管理品牌 品牌需要谨慎管理 它的价值才不会日渐贬值 行销人员要如何管理品牌呢 让品牌可以持续永远受到消费者的注目 作者在这个小节提到了什么 我们请Angel来跟大家分享 好消费者对于行销活动的回应 其实是取决于他们对品牌所认知跟所记忆的 就是任何短期的行销活动都可以改变消费者的品牌意识 影响就是未来我们的那个行销活动的长期成功这样子 所以在加强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品牌强化 那另外一个是品牌活化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说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品牌强化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你有提到嘛 品牌强化是很重要的资产之一嘛 那是需要谨慎管理的 那在强化品牌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在行销上他要必须有持续的支持 然后让消费者能有持续的记忆 那除了之外他他除了品质面的加强维持之外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强化品牌权益 要让品牌朝正确的方向去不断的迈进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张杰的品牌战略有讲过很重要的 那像书中有提到一个Nokia的例子 我记得我的第一只手机就是Nokia这个品牌 嗯 对 那他的特点其实就是兼顾耐用 然后也不怕摔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说 其实Nokia是智慧型手机的 其实算开拓者 其实他是算很早开始发展智慧型手机的 那但是随着像iPhone这一类的智能手机的崛起啊 其实他没有继续跟进 往这个方向去走 就是触碰市面板这个方向去走 导致他现在渐渐的就是被消费者视为 说他的有些技术其实是有点过期的 被市场淘汰 渐渐的他的品牌好像在市面上 已经没有不太容易看到他的手机品牌 其实这是就是有点可惜的 就是他没有在他的品牌面去做强化 即使他有一个很强的技术 但你就是就是浪费了他之前的那个 对啊 太缺乏创新 没有跟上消费者的需求的那个脚步 对那第二个加强去做品牌管理的权益管理的 就是品牌活化 那任何在行销环境 他任何的一个新改变 其实都会影响到品牌的命运 那活化品牌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了解品牌的权益的来源在哪里 那当他旧的定义 就是已经不再适用的时候 他就要再去找新的策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品牌策略其实他一个 他是一个连续性的 是在一个连续带上的 那他一端其实他会连接的就是根本 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带给消费者的东西 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那他另外一端呢 会连接的是再创新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在这两者之间去找 他的变化组合呢 就会是可以让我们品牌活化 去找到那个策略方向这样 那在这里书中有提到几个例子啊 一个就是渔森仁中药行的例子 然后说到渔... 我说说渔人森 渔人森中药行 那说到这个中药行 其实我脑中想到的其实是那个病糖燕窝那个补品 然后但是我看到书里面说 他们其实早期是在做中药材的贩售 也就是一般的药铺我们印象中那种药铺 那他也是为了要转型 所以他开始去就是转制作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浓缩液啊 或是可以吃的药丸啊 然后透过他的店面就是去重新改过 不再是以前那种中药铺感觉就是旧旧暗暗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他是一个明亮的感觉 他一步一步的让消费者对药铺的印象转型成功 那这个是书中提的例子啊 我是比较没有感觉 但是我说一个 我觉得我可以提一个就是台湾啊 我觉得比较有感觉的例子 就是全联 全联早期他也是那种福利社 就是政府军工叫福利社去转型的嘛 那他一开始他的利器点就是低价 然后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去买到那些 可能罐头一些干货 那他主要就是卖干货常温品为主 那一开始他的行销 当他开始转型变成全联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行销当然也就是以圣钱为主 所以其实全联先生那个什么国民运动超 什么1234 大家其实印象都还很深刻那个广告 那他就是等于是很成功的 就是进入的到社区里面了 他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封闭式的军工叫要有证件 才可以进去的福利社了 他其实就是转型的 那他随着他后来我们大家的那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啊 然后还有那个 经济结构也不一样 然后家庭成员结构其实不太一样 其实他全联后来他有开始有生鲜产品的进驻 其实也是最近这五六年的事吧 他开始有生鲜产品的进驻 然后他要为了要抢年轻族群的眼光 而不再是锁定在那种家庭主妇 然后大家应该也很有印象就是他中元节那种很酷手的那种广告 其实那个也都是一种话题 但他就是去跟年轻人的做连结 但是通常人家不会去拿中元节轨捷来做做那种酷手的广告 但他们就是试图去做了这样不一样的尝试 然后他们以前的交易啊 我记得很多年前他们的交易进去 他就只能现金交易 他也不能 他跟其他的超市不一样 他不能刷卡 什么都不行 但他现在呢 他也可以刷卡 他还有推出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系统的什么PXPay 对 的那个多元的附账的一个系统 那他结合了他最根本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最原始根本的是省钱的那一端 然后有大家的好邻居的这样的印象 然后他有去做一些创新改变 也是跟着那个时代的那个潮流去做改变 所以其实他在我们台湾的超市 现在可以跃上那个龙头的位置 其实也是有还蛮努力的在经营他的品牌的那个印象 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就是他 我对前年的印象就是都是他的广告 他的广告就是完全跳脱一般 就是会想说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牌 我觉得有点像书中我自己的感觉是像作者强调的品牌 强化他藉由他的广告去强化他的品牌 然后就是藉由这很特别的广告 让人家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 嗯 去做结合就有点像UberEats说你就是今晚要吃什么 那这什么东西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连结 其实我对他印象蛮深刻是 好像好几年前他也曾经在过年的时候去推那个福袋 那还真的就是有家庭主妇就是在大年初一 就是在门口排队为了要买福袋 这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这是超市这一类的好像比较少 除了百货公司的那种超市以外 好像比较少传统超市是把福袋这个东西也就纳入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还蛮愿意去做很不一样的尝试 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 我是比较少去全联 但是偶尔去我就发现他们一直有在 不是守旧 而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除了一些干货之外导入了生鲜 那他后来也有就是加入了咖啡机 那最近这一两年又那个卖面包 那面包我吃过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他们一直有在就是 推出不一样他们的策略去强化他们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越上那个位置真的也是不容易 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管理好你的品牌的话 记得请强化你的品牌 要活化你的品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哟